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球充满了火力,属于升级薄薄的星球,当然这也是在宇宙之中独一无二的星球,虽然我们地球看起来非常的普通,但是因为有了生命体的存在,所以地球又在宇宙之中是存在着特殊性的。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究竟是如何诞生的?难道说地球在形成之初就已经有了这些生命吗?这显然是不科学的,当在澳大利亚发现了古老的生物化石,距今已经有35亿年,而在这些原始化石之中发现的是来到的生物,所以这些被称之为最原始的生命。 不过这些生命非常的瘦小,估计也就只有几微米而已,因此科学家推测,地球上的生命体出现应该是在35亿年前,要知道我们地球形成时间也就是在46亿年左右。 那么简单的来说,科学家认为的求生命的起源,应该是在46亿年到35亿年这个期间,之前科学家认为,地球上的生命,很有可能只是存在几亿年的时间而已。 但是后来经过不断的追溯才发现,原来生命体的出现,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,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,古老的生命其实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,当然这也肩负了我们对地球上生命演化的一个全新的认识。 不过到现在为止呢,科学家并没有真正的找到地球上生命的源头,也没有找到地球上生命,究竟是产次于地球,还是来自于宇宙太空中别的星球。 科学家通过地球上生物的本身来进行分析之后发现,现在地球上所存在的这些生物,无论是什么样的生物,都是由细胞构成的。 所以说细胞肯定跟生命体的形成和活动有很大的关系,地球形成是在46亿年前,那个时候的宇宙应该是充满着气体和尘埃,太阳形成的时候,随之地球也跟着诞生,但是刚刚诞生的地球,应该是非常的寒冷荒凉,没有任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复杂的物质。 当然那个时候的地球,也不可能存在着生命体,生命体应该是随着地球出现原始大气之后,才慢慢开始孕育出来的。 当然,关于地球的原始大气是如何诞生的? 科学家认为在原始的状态内,不同的天体之间,频繁地跟地球发生相互的碰撞,而地球自身也在不断地做着运动。 这样就会将能量转化为热能,在地球的内部不断地储存,当这种能量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之后,就会直接将地球内部的一些矿物质融化,形成炙热的原浆。 这些原浆在地球的内部不断地活动,甚至有一些出现裂痕的地表,就会直接冲出地面,形成火山。 在地球形成之初,地球上的火山噴发应该相对是比较频繁的,而这些不断吞发的火山,将地球内部的一些气体释放出来,这样就形成了原始的大气。 在此后,长年累月,不断累积原始大气的过程中,地球表面的温度降低,而形成的这些水蒸气会慢慢地凝聚,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地表的这个海洋。 所以大部分科学家认为,地球的海洋应该是地球生命体郁郁的游览,只有有了海洋生命,才能够慢慢地诞生。 不过并不是说,地球上总有了水的那一刻,就迅速地有了生命。 生命的诞生也是跟原始大气很有关系的,原始的大气包含了很多的成分,而这些成分是需要慢慢地转化,成为生物分子经过复杂的转化之后,最后才能够在原始的地球上形成能量。 尤其是在原始地球大气放天的过程中会产生氨基酸,而这种成分在我们现在的动植物体内依旧普遍地存在,可以说这种成分是出现地球生命体的基石。 当然,有了这种成分,无疑是地球生命计划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。 但这些氨基酸会去到海洋之中矿物质的小生物分子,会吸收周围的矿物质不断地催化,这样跟氨基酸就会形成复杂的分子。 而在原始的海洋之中,形成这些复杂的分子之后,慢慢的生命才能够坦生,这听起来确实比较复杂。 但是这个过程经过几亿年的变化,肯定是能够形成的。 当然,这就一步步地有了我们原始的生命,原始生命在经过不断的计划发展之后,才逐步形成了现在的高等生命。 当然,这是针对于科学家认为,地球上的生命是来自于地球本身的这种说法的一种分析,而在科学界其实也存在着另外的一种说法。 那就是认为,我们地球上的生命体应该是外星遗落的,简单的来说也就是地球上并没有真正的刺激产生命体,而是有外星人将生命体投放在地球之上,才导致地球上生命体的繁荣昌盛。 但是这种说法现在证实很难,因为外星人到现在,我们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